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 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历史悠久 独具地域特色的老城区 老街道和老建筑 重庆也不例外 每一栋历经沧桑的老建筑 本一条蜿蜒齐驱的老街道 都记录着这个城市往昔的兴衰 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市境民俗和社会的风云变幻 时光不会带走所有东西 老街如此 人也一样 那么在山城少年王俊凯的心里 有着怎样的往昔回忆呢 这张图是在武汉里面 还在武汉里面有亲戚 本来是正常的 感觉突然火车会让我 就帮我幸福 就去看火车去 我妈就盘着这样 真可爱的 因为我爷爷当时也要见你状 所以他老背我 重庆话叫齐拉阿妈湛 就是 就背在肩膝上去看那个挖掘机 对我老睡觉 就是在他背上去睡觉 然后也知道我会睡觉 他也会不停地去 我忘了是哪 反正是以身动物丸 他还不是说那个 半战就可以 可以把人拖起来 我也不想去妈会让我去拍照 那我就很不情人的 上去 然后我妈还带来改次 带来个正乎可以死 我还蛮小时候 只是想赶紧去完成这个队 这边是我在登记的时候 炒风灯上去晚 很简单 因为就是晚上就上了一期 然后就下午出去玩 跟小朋友一块玩 我们家的那边一出大门 就是一个小弟的坝 他从哪儿到这儿 在上面打 比如说挖一个洞 看谁先打 有一个小朋友 老能把我们小人在那儿堆租 对 但是之后就他就搬走了 这一张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拍了 去办公室 然后要毕业了 赶快拍一张拍 哦不对 这是 这是 出伞 这是 这是 出伞 这就是我的 人生感情 辛苦 有一个学生 不过就很辛苦 那个小学的时候 语文考是 七十八点五分 因为我以前考虑 那下午九十科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这次也那么低 因为要 要加养亲自 然后呢 我就怕我妈 看着那儿 打我 骂 我就偷偷去睡觉 一般都是 久远就睡觉 就是按时必须做的 我就提前了 见过好人就做 没想到 我妈看着这张视频 就愣着给我打起来 你不过去 不了 我妈看着这张视频 有人说 对一个城市最大的赞美 就是泽宇成儿中老师 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里 重新变了 变得喧嚣 现代 重新没变 依然耿直 不放 我是王俊凯 重庆人 王俊凯 我不是想要 我是王俊凯 真的 没想要 我 ling